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也吃不下别的美味 小鸭再来便利店跟东青说 最近街上发生了碎尸案 此话一出 两人心里也吓得直哆嗦 赵丽也发现了碎尸案 但是街上没有发现鬼魂 晚上东青一个人正值夜班时 我公子突然登门拜访 想让东青给他尝试新菜品关东煮 东青觉得此位只用天上日游 人间乃得几回肠 我公子趁机就向东青挖墙角 五楼会所工资大欲高 每天都能吃到人间美味 东青对这个唾手可得的好差事有点动心 此时五楼会所里的静香 已经把身体吃得只剩下个头 最后自己快把自己给吃光了 晚上小鸭来店里 尝了五公子的关东煮 也无法自拔 正准备给赵丽也尝尝 赵丽做错了事被老大骂 上来就冲东青撒气 气得东青当场辞职 第二天东青就到五楼会所上班了 恰巧在楼上 他发现了一只会吃的大脑袋 东青看到眼前的一幕 你有头就想离开这里 但是却被五公子掐住了脖子 还说东青的眼睛做成食物 一定很美味 这时便利店的生意已经是红红火火 人们排着队要吃关东煮 紧接着小鸭就跟赵丽说起 东青消失不见的事情 他亲眼看着东青进了五楼 但去店里询问 却说没有这个人 赵丽察觉最近的碎事案 可能跟五楼会所有联系 当赵丽听到五楼的老板叫五公子时 他觉得这根本不是关东煮这么简单 他们就开始策划解救东青的行动 先声东击西 解决了店里的美女 然后赵丽就和五公子 捞起了一千多年前的家常 那时赵丽还是个善良 沉厚的百度人 五公子是传说中 饕铁还喜欢吃人 但是现在的饕铁觉得人太肮脏 他只喜欢吃人死后的灵魂 凡是涉及到灵魂的事情 就和赵丽有关了 现在赵丽只想跟五公子 要回东青 但五公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执意要吃掉东青的眼睛 另一边的小鸭已经悄悄找到了东青 小鸭让东青含一点黄色的液体 并让他找机会喷到五公子脸上 赵丽与五公子这边一触即发 不曾想赵丽故意打不过 就是想让五公子进入早就设计好的圈套 五公子正准备吃东青眼睛时 东青喷了一下黄色的液体 又被小鸭纹在身上的龙逼腿了 原来赵丽让东青喷在五公子脸上的就是龙尿 龙尿也就是童子尿 此处求东青心里的阴影面景 陶铁擅自来人间吃人的灵魂祸害人间 赵丽告诉陶铁 龙王马上要派人来抓他了 陶铁没有办法只好溜了 事后警方江五楼碎尸案不告破 七包美女背锅成了煮饭 而此时逃跑的五公子已经在街边吃起了烤串 故事结束 影片引入时刻自食的恐怖场景 微妙微笑 让看客们在惊奇中也感受到了些许悬疑 点赞加关注看电影不迷路 下期不见不散